在掌声中 居团体若木穿袭都释出善意 中国大陆承诺向美国大量购买农工业产品 缩减逆差 美国也宣布贸易战先休兵90天 如果在90天内谈判破裂 才会把关税从10%调高到25% 之前只是暂缓 那未来还是要看双方 沟通最后谈判的一个结果 财长很谨慎 但台股已经等不及庆祝 三日开盘10秒内就收复万点 盘中最高还来到10148点 最终收涨249点 来到10137点 强力反弹 专家也看好两大力多 今年台股的基本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做一个 这个低声的反弹 集团包括法兰 他也都会有一些作战行情 所以我认为这个12月份 甚至在过年前 那么整个的这个台股 应该是比较偏向乐观 平盖股强强棍 股王大力光扮演领头羊 盘中强势亮灯涨停 来到3705元 另外台肌电也强涨4.21% 收在235元 洪海则上涨2.92% 收在74元 一吐闷气 整个的股票市场 整个全球的经济 我想大家会放松一下 台股欢庆一片红通通 不过专家忧心美中贸易战变数大 央行能可能不升息 很多的内需 也趁这个时候可以起来 包括一些观光 包括一些所谓的内在的资产股 未来整个新产业结构的发展 我想这个台湾也必须要跟上脚步 贸易战虽休兵 在没有出现下一波新成长动能前 都不能松懈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u� 感谢观看